呀哈比比 请爱迪抽抽老板 太阳筛劈劈劈 我靠 败家小老外 你呀要谋杀青老板啊 你赶紧把这玩意拿走 嘿嘿 抽抽老板 这次果儿园地 B给你松来的银行卡 舍 由你和蒙寒介结婚死后卖房子用 B给我的 他一个人拉扯孤儿院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怎么能要他钱啊 不行 我得去看看 嘿嘿 扯 已经给你准备好脸 堆脸 B 好香在收楼出 这个给你吃 去去 谁大清早的吃鸡腿 去售楼处了 殡仪孤苦伶仃一个人 去售楼处干啥 败家小老外 你呀让我开这辆99A主战坦克上路 你是真能给我作妖啊 行了 我骑自行车去吧 哼 抽抽老板 往往交要笑落歪 不爱只好人地笑行行 那这不是给你躲一层 装皮护架吗 妹妹 你没有子嗣 云涛可是你唯一的侄子 未来你的家产 全都盖给云涛的 马上要订婚了 这么大的事 你上点些好不好 云涛 这是姑姑给你准备的红包 以后好好过日子啊 嗯 果然这一家人 又来吸碧姨的血了 哎 碧姨就是心太善了 无偿经营孤儿院不说 还要被这个一家子吸血 真是可恶 两千块 你咋还要饭的呢 没看到这是哪里吗 我们是来买房子的 碧云涛是吧 你买婚房 不找你父母 找碧姨好吗 哪来的臭捡破烂的 有你屁事 碧贵方 过去的这几年 我们念在 你刚离开笔家 又有病 就没找你要钱 云涛出社会 脱关系找工作的钱 我们都直接借钱给办了 可我们不说 你不能不给啊 小凡 你怎么来了 你这孩子 一段时间没见 怎么瘦了呀 我说你是不是有毛病 你亲侄子不关心 你关心一个臭捡破烂的 以后我儿子 要给你养老送终 你死了 要给你火化扫墓烧纸的 云涛以后 要给你做那么多事 现在云涛要买房子 你却一分钱不想出 这很让我们寒心的 哦 我倒是很想知道 你们想干什么 干什么 这几年该给的钱 他不全补上 也就算了 云涛订婚 连个房子首付都不付 这叫什么事 当年你离开笔家 我们还给了你一床被子呢 哥 嫂子 云涛订婚买房子 我也想多给点的 只是小凡也谈对象了 马上要和孟涵结婚了 所以我也得给他留点钱 等过段时间 我家小凡的婚事办完了 剩下的钱 我全给云涛 都没问题 后面我肯定会补给云涛的 文言 两口子的脸色 一下子阴沉了下 你凭什么拿云涛的钱 去给这剪破烂的用 要是云涛出不起婚礼费 结不成婚 你付得起责吗 云涛是你的亲侄子 难不成还比不上 方小凡这个剪破烂的 你有没有良心啊 你这样做 对得起云涛 对得起我们 对得起咱们毕家吗 你太让我失望了 哥 你们先忍忍 小凡帮助我们孤儿院太多了 我什么都没为他做过 我管他去死他 他没手没脚 自己不会赚钱吗 我不管 云涛结婚 买房的钱 你就算卖血卖肾 也得凑齐 方小凡不是在剪破烂吗 实在不行就去要饭 为啥非要用你的钱 姑姑 你这样 让我怎么给你养老送终啊 搞得好像我才是外人 方小凡才是你亲戚似的 我 我 毕姨 别生气 毕云涛 你们一家不要太过分 我们过分 还是他过分 连云涛结婚的钱都可口 他还有理了 你知不知道他玩这么一出 让我们家多难做 还有你 方小凡 你有手有脚 自己不会赚钱吗 还要毕贵方一个残疾人 来赚钱帮你 就是 我最瞧不起的 就是你这种啃老族了 咱哪怕去端盘子洗碗 哪怕经常打工 攒个几年前 也够结婚用了 啃残疾人的老 算什么男人 你又不是毕贵方亲生的 你有资格用他的钱吗 云涛才是毕贵方的亲侄子 懂吗 那不应该是毕云涛 拿钱孝敬毕姨才对吗 还有 据我所知 你们当初分价 还有一份属于毕姨的那份遗产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给他 谁 谁欠他的 爸 先别跟这种穷皮吵了 小厉害等我买房子呢 要不先买了 回头再让我姑姑 帮我还贷款 也对 咱们可是马上要在省城住的人 跟一个乡下来的残疾人吵架 有失身份 哎 阶层不一样啊 毕贵方 不是我说你 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没找到对象也就罢了 连个房都买不起 真是丢人啊 毕姨是个伟大的女人 她一辈子本本分分 为人善良 不会贪属于别人的财产 她养育了那么多的孤儿 这不是你们能比的 王八蛋 你讽刺谁呢 老公 别说了 那么多人看着呢 咱们买房吧 这破烂老也就过过嘴瘾 说的这么牛批哄哄 能变出来一套房啊 说的对 那个服务员啊 这套18楼的31厅 108平 130万这套 我们要了 首付能低多少低多少 后续房贷让他还 好的 毕先生 我这就给您去办手续 不管首付多少 毕竟是买了 因此几名女销售员 围着这一家人转移 讨好吹捧之余 你再拉起房小凡和毕姨 小凡 你回去吧 让你受委屈了 毕姨 回去干嘛 正好 我和孟涵之前还商量着 给你买套房呢 今天这不就顺便给你买了吗 哼 就你 还给他买房 你不肯他的老 就阿弥陀佛了 你要是能给毕姨 在这儿买一套房 我把这颗仙人求吃了 你们这最好的那栋别墅 我要了 全款 本来就想着 给毕姨买套好的房子 让他安享晚年 今天正好就把这事办了 我靠 这里最好的别墅 价格可要三千多弯啊 在场的众人先是一愣 随后一个个都觉得 方小凡在吹牛 那一家人更是不屑一顾 几名资历很老的女销售员 更是不顾形象的 宝珠大笑 懒得搭理方小凡 先生 我是实习的 要不我来帮您吧 嗯 谢谢了 方小凡把银行卡递了过去 然而一分钟不到 那名年轻的女销售员 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 方 方先生 不好意思 你买不了房 哦哈哈 文言 那一家人 还有几名女销售 放肆地打笑了起 没钱还装 还全款 还别墅 我呸 装过头了吧 买不了 我这可是主卡啊 里面不是还有29位数吗 怎么可能买不了 难道都让败家小老外败光了 你听听 正说的什么胡话 还29位数 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 没钱就是没钱 装什么大尾巴郎 不是 不是没钱 里面有钱 有好多钱 好多好多钱 好多钱 好多钱是多少钱